在聽四位女生之前 我想要聽聽 李渭老師讓妳瞬間心動的 就是我的初戀的男朋友 然後我們戀愛的時候 是他在當兵 沒有 然後因為你知道 那時候那個年代的當兵 不像現在當兵 這麼可以容易請假或出來 然後他一個禮拜 可以有一天的晚上 是可以出來吃飯 可是他在基隆 然後那時候我在台北 很近啊 很近對不對 可是他只有一個半小時 吃飯時間只有一個半小時 但是他還是會每天 就是只要時間到了 他就會從基隆坐火車 到台北來找我 然後跟我吃完飯 然後再回去 天啊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因為他還在當兵 可是我就覺得 他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只掛念著 就是只要他有空 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 浪漫 就行動機 是 那時候還滿心動的 然後昨天就是 那時候 還滿心動的 就是 我 所以